觀光靈 觀光靈 所以我們今天出外景 那我們現在在布里斯本市區 今天來到的地方是世界各地都有的 澳洲也有 然後這間是新開的 我覺得是布里斯本目前最大的 那到底是哪裡呢?請看 沒錯!就是麥當龍 那我們去看一下澳洲的麥當龍 等一下好不好 走 它這間真的很大 它有手不停 它有一些大的耶 有耶嗎? 有 很醜 這根本就是一間超高級的菜 對 在這邊 對 在這邊 就是你的菜餅 你在那邊 那如果你想要摸很久就可以在這邊 自己點的這種 然後你可以翻過去這一整個 只是它裡面而已喔 它外面還有一大圈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從我來 它一定會有的咖啡 那我帶我這邊出來沒看到 走 可以 你看它是幹嘛 它這樣是一個M欸 有沒有發現嗎? 哈哈哈哈 曠光臨 防水吃飯了 這是我們剛剛的上面那邊 然後你可以拍到去 很像一個很美的餐廳對不對 就是坐盲 感覺可以坐幾百個人 好那我們現在就帶你去看一下它的餐點好不好 Let's go 你看它這個Menu上面的Cappuccino有煙喔 很酷對不對 對 好我們現在從這個機器點好了 登登登 進來之後呢 它有一些 類餅 滑餅啊 然後這是 它咖啡就是 它咖啡店一些東西 還有 就是小點心啊 好Apple Pie啊 不錯 還有飲料看一下 它也有分很多類餅 然後進去之後 你可以選哪個它的大小啊 什麼的 然後下一類 如果我們要套商的話應該就是這邊 你要吃什麼 好 點之後它會說要不要變成mew啊 還是那個漢堡而已 你就點mew mew之後你就可以 學你要喝什麼 你要喝什麼 OK好 點了之後呢它就會顯示 大中小 大 還沒有小 它可以說你要全紙 脖子還是豆漿 這樣就好了 你之後然後就按 Add to order 這樣就OK囉 這個真的很方便 好那現在換我 我以為你一樣的好了 它在那個 泡沙裡面就有那個薯餅 讚 然後我要喝 我好熱我想喝Iced 這樣很套 哦 喝醉了 他等我會 這樣就好了 然後你就按 然後我們要在這邊吃 我們就按吃起來了 Payment Time 你要付現金呢還是用卡 是你的order嗎? 那我們就check out囉 他就說要不要送到你的桌子 你就說好 然後你就看這邊 點這個數字 74對不對 就按74 Enter OK 然後記得最後要付錢 哇 他是不會幫你做 OK 你看這裡 3次可以付的 數字就顯示 有了 然後看這邊 Approve 那我們就可以找位置做囉 Let's go 漢堡跟起司在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真的知道 但我還想說你來 賣到喔 再去接 等待世界到 我們的蘭佩已經來了 Sindy的蘭佩已經來了 我偷喝一下給大家吃 但是有點錯 有點燙喔 居然還OK啦 有點算是不貴 欸其實也算貴 中等 對不對 中等 然後拉黑就是上面沒有那個小餅乾 啊 Gino就有 然後他又給你一個小塊的小餅乾 然後讓我們就等 其他的東西上 我們餐點到了 我們的飲料 我喝給你們看 味道很好欸 很咖啡 然後這就是他的酥餅 台灣有酥餅嗎 而且有吃一口 就是炸的啊 很脆啊 很肥 好吃 然後他也包成這樣 Sausage muffin 台灣是不是這樣豬肉蠻不飽 對不對 我們這邊用這個 然後 有一個小起司 形狀有點怪的 他的蛋啊 然後有豬肉 吃到回去 新鮮做的就是很好吃 新鮮做的就是很好吃 所以這就是早餐啊 然後 我覺得這邊的麥克風跟早餅比較不一樣 應該是 這邊沒有那個雞翅 對啊 我還蠻想念的 然後這邊蠻常點的 像他們幾塊啊 都跟他們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 但我講一下他的價錢齁 就是我們剛剛這樣點一份 大概就漢堡 豬餅跟飲料 這樣大概是兩百塊 嗯 還OK啦 對啊 那今天也不會常吃麥當 好啦那今天的 出外景應該就是這樣 希望你們會喜歡囉 記得 按讚 以及訂閱 如果你們想要 立即收到通知的話 可以按那個小鈴鐺 好吧那我們 下週見 掰掰